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今天的话题是 新手金军亚马逊 如果你今天想把东西卖到美国 日本 欧洲等等的这些国家的话 那亚马逊就是当地国家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那我们今天想要用几分钟时间 让你基本上了解亚马逊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卖得出去 身为一个卖家 你要让你的产品卖得出去 首先 你要让你的产品能够被搜寻得到 你要写一个充满关键字的标题 而且要让人家读得懂 不能够只是应赛关键词 大家都找得到你才有可能卖出去 第二点 必须要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比起来呢 你的产品的价值是不是能够让消费者接受 愿意掏腰包去买单 第三点 就是产品图片的设计 当消费者 他们都是在滑手机浏览时 可能你字写的太多 或者文案太小的时候 客户可能没有时间看 所以图片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所以如果你设计的一系列的图片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了产品的功能 规格 跟产品在生活场景上面的使用的话 就能够帮助消费者很快地做这个购买的决定 所以有一个好的产品的刊登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都误解了 实际上在亚马逊卖东西产品的刊登是100%的责任 你可能以前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卖产品时 还可能有一些TM之类的会去帮你调整 但是在亚马逊是没有的 就是你自己怎么刊登平台就怎么呈现的 所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做透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把这件事情做好做透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常常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搜索你的关键词 然后看别人到底怎么卖 别人在刊登什么 别人在写些什么 别人怎么做标题的 然后学到别人的精华 从上面去改进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方法 不要作为卖家就忘记消费者的角度 第二刚刚也提到的 平台它以搜索为重点 那新的商品刊登上去之后 一定在自然的搜索下都是看不到的 就像Google一样 比如做了一个新的网站 在Google上面不管关键字都找不到 所以就有一个工具叫做关键字广告工具 PTC 说明一下关键字广告对新手卖家来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关键字广告工具也就是PTC 这个在站内是一个功能相当强大的工具 因为你的产品在刚上架的时候呢 演算法它并不认识你这个新同学 你的标题根文案里面写了哪些关键字 它必须要慢慢的通过点击跟销售才能够知道 你这个葫芦里到底卖什么样 这时候PTC可以让你在初期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你的一些分配广告的关键字的设定 去慢慢的让消费者能够看到你的广告 点击你的产品 然后转换成销售 那是一个相当功能强大的工具 也就是说没有流量那就花钱买流量 可是前提是首先你要把listing做好才有机会卖出去 但你会发现一开始因为你的转化率较低 因为一个新的listing没有过往的记录 也没有review也没有评论 所以消费者购买的几率比较低一点点 第二点就是产品的价钱 在初期的时候产品的价钱不要设置的那么高 首先要先获得一些基础的销量 这样才能慢慢有机会调整 让整个销量动起来 如果全部永远都不把一开始的商品卖出去 一直都卡在新手状态的话 那就没办法获得review 就没办法卖得更好 所以用关键字搭配合适的价钱 一个好的listing会比较容易驱动一开始第一步的销量 那么除了付费直接购买关键字之外 亚马逊在过去两年有一个新的工具叫做giveaway 我觉得是一个超级不错的工具 这个小秘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卖家用 但其实这个工具知道的人相对怀较少 下面大概介绍一下giveaway是个怎么样的工具 在amazon它对于卖家来说有什么作用 这个工具假设你今天一开始打算先送10个给大家抽奖 你可以到后台设定 依照你的产品的价钱不同它会去投放给1000 2000 5000个等等的出奖者 另外你也可以先在后台设定一个产品的折扣 依照成本和利润设置 比如说10%到30% 当消费者点击参加这个giveaway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消费者参加你这个giveaway活动的方式 比如观看你的一个YouTube video15秒的影片 看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当顾客点击这个giveaway之后 比如说刚好他是第一千个幸运的获奖者 他就可以获得该产品 或者说这个客户没有得奖 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产品30%的优惠 下面算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假设一个做活动产品是30美金零售价 亚马逊会收15%左右的用金 加上大约5美元左右的运费 再扣掉商品本身的成本假设为10美金 这个时候送出去一个产品总成本 可能大约20美元 可以让约3000人看你的产品影片15秒 最后可能有人用8折的价格买了10个你的产品 整个算下来基本不亏 或者说还有可能有收益 可以用这么便宜的方式 让尽量多的人认识你的产品 并且之后也有可能会再回头买你的商品 可能还是用全额购买的方式 还是比较划算的手段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 是如果你的商品不是那么大众 在一般的家庭或者生活上用不到 这种情况在做对付位活动的话 可能相当来说比较吃亏 首先不会很多人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获取这个免费的商品 其次是参加了 然后没有抽中 想要买这个商品的几率也比较低 所以越大众的商品 可能在给付位上面会表现越好 一好的文案 适当的价格 二关键字广告PPC三 对付位以上三个方法 全部都是在亚马逊站内就能够做好 而且全部都是100%符合亚马逊游戏规则的做法 作为一个新的卖家 你应该把这三个方法做好 接下来再去站外 有什么方式可以做的 例如influencer FBS 粉丝页 social media 感谢观看